康泰克音色库如何单独导出混响通道 十多年前我师父告诉我 康泰克的音色库混响是没办法单独导出的 当时我信了 但直到近期我查看了康泰克的说明书 看到了这张图 我才确信康泰克的SAN通道是可以单独导出的 这就表示只要某个音色库里面的SAN通道里面有混响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就一定可以单独设置导出 我自己尝试了一下 果然没有错 验证了我的想法 那么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首先让我以大家常用的CSS为例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CSS 然后在右边 激活AUX通道 我们打开康泰克通道 就可以看到刚刚激活的AUX通道 我们可以给它取名为混响 接着点击康泰克音色库左上角的工具图标 进入音色库内部 点击SAN effects 我们找到了混响 在Return这里 左键点击选择你刚才激活的通道 这样混响效果就被单独送到了混响的AUX通道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混响单独的声音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Cubase里面分别导出 康泰克本体和它的混响 下面我来举一个特殊的例子 如果康泰克音色库里面的混响不在SAN effects里面怎么办 这是一个Choir Essential人声音色库 它的混响还挺不错的 我们点击进去 发现混响不在SAN effects里面 原来在Insert effects里面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音色库使用的混响是卷积技术的Convolution混响效果 里面的R文件是这个公司自己的 怎么复制到SAN effects里面去呢 不要慌有办法 点击Preset选择Save Preset 这里注意 它可能会跳出两个路径 一定要保存在Convolution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效果它不是Convolution 而是Reverb的话 那你就应该把它存在Reverb的那个文件夹里面 它有的时候会跳出Effect Chance Insert这个文件夹 如果是存在这里面的话 那就不行了 一定要存在Effect Convolution里面 接下来我们回到Contact 我们保存刚才的那个效果的预设 然后把它Bypass掉 接着进入SAN effects 找到Convolution这个效果 进入Presets User 你们找到你刚才保存的那个效果 Return可以控制这个混响的音量大小 把它送到你激活的AUX通道 这个就是混响单独的声音 不过一旦你这么操作了之后呢 你要注意面板上面控制混响的那个按钮 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被你已经Bypass掉了 你要控制它的这个混响的音量呢 就只能在这个Contact的内部里面找到这个Convolution 在这个SAN effects里面找到这个Convolution 然后把它在Return里面控制它的音量 我还想过要不要把这个Contact音色固 稍微把编程改一下 让这个界面上面的reverb的控制 能控制到我上面的SAN effect的那个Return 结果是不可以 因为这个公司挺鸡贼的 他用那个一张图片把这个edit给遮住了 所以我没办法修改它 但我想只要你会了的话 这个已经不影响使用了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所有的Contact音色固产品 都不允许客户在用户界面直接导出混响呢 这个呢是我自制的架子骨实入的音色固音源 Contact在它的编程手册里面提供了 直接在面板实现分埋导出的方法 但是呢编程用的KSP手册里面 也详细说明了 Currently the level meters can only be attached to the output of any instrument buses and the instrument master output 也就是说SAN effects当中的Return 通道无法在用户面板中调用 这个我只能说太遗憾了